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社交最大的灾难是太把自己当回事 他举了个例子 去年参加同学会 但是饭桌上大家闹得很不愉快 有个女同学恰巧那一年离婚 但是现场大家并没有察觉到她内心的闷闷不乐 事实上也鲜少有人知道她的私事 但是吃饭时刚好讨论到婚姻 有个单身男同学为了给自己解围 随口调侃说 成功的人都还单身 失败的人早在二婚路上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他祸地站起来 气急败坏地端起面前的酒就朝对方泼去 现场陷入混乱 大家手足无措 随后他自顾自地委屈地哭了起来 一口咬定大家是在看他笑话 好好的聚会不欢而散 人和人的社交难免人多嘴杂 太在意别人说的话 并且习惯性对号入座 很容易让自己情绪受到影响 静而不欢而散 以至于每当一个敏感的人出现在聚会场合 大家都要小心翼翼照顾他的情绪 久而久之 他们出现在社交场合 于己于人都成了一种负担 不知不觉 也把自己的路走窄了 社交最记玻璃心 所以 人一旦太玻璃心 是注定过不好这一生的 去年 我有两个同事闹得很不愉快 原因是 白天两人工作上发生了冲突 结果其中一个晚上回去后 一位和男朋友发生了口角 于是发了条带指责意味的朋友圈 并没有指明道姓是谁 但是另一个人看到了 自然而然地以为 对方是在寒沙摄影地批评他 作为反击 他很直接地用发朋友圈的方式回应对方 双方一来一回 情绪很是激动 结果 是同公司的共同好友 都看到了这场 指桑骂槐的隔空骂架 两个人之间的矛盾深话不说 还白白让人看了笑话 隔天知道一开始 那条作为始作俑者的朋友圈 并不是在指自己 悔不当初 你身边一定也有很多这样的人 别人发的朋友圈 喜欢和自己对号入座 别人无意间说的话 习惯性往自己身上对标 别人一两句玩笑话 在心里百折千回 意想出万千恶意 其实 有时候 就是别人三两句无心之果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于是 脑补出无数内容 白白让自己 陷入愤怒 羞愧 难过等复杂的负面情绪当中 所以 不是基于现实 没有任何验证的意想 是最无意义的 它就像钉在耻辱柱上的一把剑 明明立在那里 虽然扎眼 但是本与你相安无事 你非要上去拔掉这根刺 剑不一定拔下来 倒是自己用力过猛 面红耳赤的模样 是真的不体面 社交需要一点顿感力 试想 如果他当作不知道 往后找个合适的日子 谈笑间问起 敞开心扉地说 还以为你在说我呢 通常 人都会被别人的坦诚感染 然后给到详细的解释 矛盾就可以一下子解决了 我爸从小就教我 做人 心要大点 就像他 在他那个圈子中 人缘很好 他是个心大的人 比如 男人之间的酒局 酒过三巡 酒精上脸 难免有话说的 不妥贴的地方 但是 他不会往心里去 他会谅解他人的 无心之过 玩笑话 从不放心上 大家也就惦记着 他这点好 有什么生意 也喜欢找他合作 所以 人和人之间 宽心才能自在 一如韩寒所说 如果你太在意 别人的想法 那么你的生活 就像是一条裤衩 别人放什么屁 你都得接着 在社交上 年龄渐长 你会发现 你见到的黑暗面越多 听到的不好听的话 也就越多 你可以通过这些话 辨识哪些人 值得交往 但无需过于放心上 所谓顿感力 其实就是作家 渡边淳衣 告诫现代人的 不要对日常生活 太过敏感 不过于 以自我为中心 不要被自己的情绪 牵着走 如此这般 才能乐得逍遥 路也能越走越宽 我在知乎上 看到有打主 解释有顿感力的人 在社交上的具体表现 其中有几条 我觉得说得很在理 一 脸皮厚一点 厚颜有齿 别人说啥 脸上也挂得住 二 像水一样 随行就事 能清能浊 臭着也是水 粪水也有营养 三 学会赋语 在肚子里骂人 抬杠 钻牛角尖 嘴上要豁达 四 时刻记住 表情和语言 都是毫无意义的 别人说啥 这耳朵近 那耳朵出 自己想啥和做啥 才最重要 做个顿感十足的好人 胜过无数 八面玲珑的玻璃人 换句话说 在这世上 能小心翼翼 呵护你的玻璃心 时时刻刻 关照你的情绪 也就只有家人 对于别人 我们都是无足轻重的 他们不在乎你的情绪 所以 作为活在这个 纷繁复杂的世界的成年人 你必须修炼一颗 强大的内心 强大到 可以正视来路不明的恶意 迎接千奇百怪的攻击 也懂得处理 很多模棱两可的不友善 生活的历练 不就是透过这零零总总 慢慢让我们 从一颗玻璃心 变成钢铁心吗 这过程 便是一场修炼 直到某一天 你真的做到心宽了 你的世界 才算真的大了 好想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换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原来所有情节 仔细回想 都是种呼唤 感动过的故事 看过的书 经过的地方 遇见的朋友 想念的远方 流过的泪光 听是谁在唱歌 还是你心里的盼望 听是谁在唱歌 是我 对谁呼唤 好像呼吸一样 那么自然 不需要 温算 所以我们相遇 在这季节 绝不是偶然 仿佛猴鸟一样 飞过大地 穿越海洋 穿越海洋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请点击订阅与分享 也可以在评论区 留下你的看法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